大家好,我是老油条 老油条带你去看 没看过家座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油条 接着一起看一部法国电影 法国电影中也有许多经典之作 浪漫法国情怀的天使艾美丽 音乐电影放牛般的春天 热血动作暴力十三区 感人之身的处不可及 法国偶尔也会出几部经典之作 个人感觉今天这部电影看着也是不错的 电影名字《低视苏第一》 这部电影被拍成了一个系列 一共有四部 今天聊的是第一部 电影开始就是一位快递小哥在车流中飙车 小店魔丝毫不属四轮车 车再多也挡不住飘移的激情 这就是老司机的品质 大毛就是老司机中的一员 在一家外卖店工作 大毛的车迹无人超越 被各位两轮车老司机供奉为神 大毛在这里受到皇帝般的待遇 不过两轮车已经远远不够满足大毛的欲望 大毛抛弃两轮车正式加入四轮车行列 两轮车老司机集体为大毛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在两轮车界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人 唯有大毛一个人 在两轮界也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毛长得有点磕身 但是大毛的女友一级棒 身材满分 脸蛋满分 这妹子可能是个瞎子才找到大毛的 这就是极品啊 本打算和女友来一段缠绵 闹钟提醒大毛该去领驾照 大毛答应女友一小时后回来 大毛来到车馆所领驾照 排队十个小时 领证二十秒 工作效率没得说 不过还是错过了缠绵 大毛也正式成为了一名四轮车老司机 他接到了第一单生意 兴奋不已 打算好好展现自己车技 乘客的目的地竟然只有一条街 这位大姐也是逗逼 就一个红绿灯的距离搞得这么激情 你这不是明摆着逗我玩呢 大姐还有一个儿子二狗 今天是二狗的第八次考驾照 你说激动不激动 镜头转到二狗这里 二狗一脸紧张 在转弯处猛踩油门 冲进了一家面包店 教练和老板也拿他没办法 二狗是一名IT警察 和大姐告别之后 大毛接到了正式的一单生意 要求他在20分钟之内赶到机场 这次到了真正展现技术的时候了 连车速一都未吹倒 乘客感到不安 我可不想因为我让你吊销驾照啊 看你这话说的 他想吊销驾照 前提是点我有啊 坐好了 也小坡了 大毛在规定时间送乘客到达 二狗这边接着在电脑上练车技 跟班告诉大毛 刚才大毛的车速飙到了217 只见车头不见车位 大毛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这时局长开会 全程戒备 必须抓到这批罪犯 局长部署了大量警力守候 这个时候部长打电话 千万要善待德国罪犯 我可不想引起外交麻烦 刚说完劫匪就出来 二狗一开门就引起了车祸 一系列连锁反应 部长的车也不小心被撞 保镖二话不说拿枪就对 和警察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部长打电话请求支援 局长也打电话请求支援 快快快 我们众母爱妇了 请求支援 很快双方支援赶到 双方展开了更为积累的枪战 部长不对啊 我们打的好像是警察 我怎么看着对方怎么像部长呢 打了半天才发现 这是友军在护怼 双方以一场闹剧收场 二狗上班迟到 大姐找到了大猫 大猫给二狗展现了 自己高超的车技 还不忘奚落警察一番 嘿嘿 看我飘移 你们这些笨蛋抓不到我 然后大猫带着二狗 一路开到了警察局 二狗给了大猫两个选择 要不吊销了大猫的驾照 要不给二狗当一个约的司机 打击罪犯 建立和谐社会 之后不再找他麻烦 目前一共发生了七起抢劫案 大猫作为一名自身老司机 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一个德国犯罪团伙 开的是德国奔驰 由于轮胎磨损严重 他们一定会找修理厂换特定轮胎 能换这种轮胎的 只有一家修理厂 大猫在晚上终于等到了他们 二狗非要潜伏在人家后备箱 人家拿到轮胎会放到哪里 当然是后备箱啊 这个智商无言以对 第二天二狗拿着警察证 来到了修理厂调查 拿着警察证四处显摆 老板直接朝二狗他们开枪 并开车逃离现场 二狗为了感谢大猫的救命之恩 将大猫的一个月 减为了一个星期 二狗希望大猫能够帮助他铺案 很想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 二狗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燃气炉上热着水 无意中看到电视上 可以用定位器 二狗兴奋的冲到了警局 正巧碰到了罪犯正在抢劫 跟踪器成功跟踪 罪犯为了掩人耳目 给汽车重新喷气 刚好盖住了跟踪器的信号 警察追到的时候早已人去楼空 倒霉的事接踵而来 家里的水壶点燃窗帘 引发了大火 等二狗再回到家里时 已经成为了废墟 大猫和小方正在研究新的人体动作学 二狗竟然带着大姐找上门 大猫的亲热计划再次被打破 第二天大猫发现罪犯换车颜色 这种骑能够在十分钟内速干 事情调查清楚 接下来就开始布局 大猫需要二十个红绿灯钥匙和二十副对讲机 同时叫上了以前外卖的兄弟 每个人去路口盯哨 劫飞也决定干最后一票 接着重新奔弃 完全认不出来 外卖兄弟将路口都变成了红灯 一路畅通无阻的开到了码头 强匪很高兴的超过了大猫 然而他们成了瓮中之鳖 只能束手就擒 警局专门为大猫和二狗开了表彰会 大猫也能和小方研究新的人体动作学 二狗也得到金发妹的青睐 故事结束 这部电影上映于1999年 是当时法国的票房冠军 一部法国是幽默喜剧 看着还是可以的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